我们先敬礼传承主师 敬礼了名和善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师大宝法王 喀玛宝 敬礼图登大吉上师 我们敬礼弹成三宝 敬礼今天护魔的祖尊 多闻天王 皇财神 敬礼 师母 丹真教授 徒登师弟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主教 唐主 及各位同盟 还有网络上的同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日本高宝 日本高宝 愛してる 爱就 茶奶 大肉 大肉 議οι 大肉 我们午安 一辈子 ain 一辈子 紳 现在通知大家 下个礼拜天是一月三十一日 哇 一夜已经没有了 下午三点PM 是准提佛母的附魔法会 准提佛母附魔法会 那大家都知道准提佛母 他的咒语是 他有十八只手 每一个手都拿着法器 有第三眼 另外他的手印 就是种词音 就是我们本身要比手印以前 都要比的这个手印 这是种词音 那准提佛母呢 是威力非常大的一尊佛母 那这一尊 也有很多人作为本尊 很多人作为本尊 在现在目前的印度 我在印度的时候 有一个教派是专门 遵从 准提佛母的 专门遵从准提佛母的 在印度 那么欢迎大家 能够足起 那上个 上一个礼拜天 我就是 唱了一个生日的歌 那么很多人问我 师尊 你是唱给谁听 唱给谁听 我都没有讲出来 那我知道 我知道我是唱给谁听 知道吗 当然你也知道 我是唱给你听 大家都很好奇 到底是唱给谁听 所以这个礼拜 因为上次太多人问 到底唱给谁听 为了平衡起见 所以 也就这个礼拜 还是唱 唱给 我是唱给 今天 刚好生日的人听 奇怪啊 刚刚 休息了一下 再起来 喉咙有点 好像卡卡 沙哑是吧 有点哑哑的 唱起来 还不知道能不能听 那就唱吧 唱喉咙撒哑 唱起来比较有慈心 是 是 妈 我那 大文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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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拉玛的班扎无目 吉达甘多阿甘 斯拉玛的萨德拉 谢哈善多萨 斯拉玛的班扎无目 吉达甘多阿吉亚 Happy Boss Day 生日快乐 我唱给谁听 那个人知道 不要再问我 我是唱给谁听的 因为太多人问了 有的人就比较不高兴 他讲 今天不是我的生日 那你到底唱给谁 那有的人心中有树 那个就是 雅巴吃汤盐 心中有树 我是唱给 唱给心中有树的人听 我曾经讲 我说 上个礼拜有人问 不是我生日 你到底唱给谁听 我唱给我舅舅听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我是唱给我舅舅跟舅妈听的 好多人笑 那今天我们是做黄财神蒸芭了 我讲过 我们这里的人 有人中奖 我说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这个 这个财啊 从天上掉下来 我说 一定有人中奖 我说 一定有人中奖 结果大家都不吭声 坐在这里的人 大家都不吭声 那外面的人 在外面的人 也没有人 也没有人承认 到现在目前 都没有承认有人中奖 我明明知道有人中奖 为什么他不说呢 他当然不会说 但是我一直讲 一定有人中奖 两个都不吭声 后来呢 我在问世的时候 有一个人跟我说 是有重奖 他跟我讲 是有重奖 但不是很大很大的奖 我现在不敢也不愿意讲谁 是有人中奖 现在这个人呢 据我所知 是在我们彩虹山庄的范围之内 是在我们目前 他有来彩虹山庄 就在我们彩虹山庄的范围之内 他是讲说 有啦 有啦 有重奖 但是呢 不是大奖 不是最大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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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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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的奖是多少 一百万啊 一百万啊 好看 嗯 我知道 有那个小奖是两块钱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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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要讲 那个不要来跟世尊讲 哈哈哈哈 因为 因为你跟我讲分给我一块钱 哈哈哈哈 没意思啊 哈哈哈哈 至少啊 就像那个仙人法师讲的 那一种 仙人法师讲的 是有 是有 我也这样子 跟大家讲 是有 确实 现在呢 人就在 山庄的范围之内 我有看到他来 我有看到他来 是有了 所以我也谢谢他 我也谢谢他 因为他也是 经常 假借 经常假借 那个问世的名义 经常假借 问世的名义 来问世 我是 帮什么人问世 帮人家问世 然后呢 他就 包一个红包 就包一个红包 给世尊 我来问世 包一个红包给世尊 那你这样的听吗 哈哈哈哈哈哈 帮人家问世 帮人家问世 然后包一个红包 然后 这个丹南这个红包就是比一般人包的红包像这个五十块、一百块 这个丹南数目不只是五十块、一百块 这是大一点的 丹南是超过一千块 不能讲树木啦,对不对? 有福分的人自然会中,真的 今天是皇财神嘛 我问一下皇财神说 我们这次皇财神晚安以后 你还有试财给大家吗? 请试皇财神 真巴拉 他讲灰 非常好 在还没有说法之前呢 先讲一个笑话 有一个男生把脸埋在女生的胸部 结果世袭而亡 算是自杀 算是自杀还是他杀 现在请问 男生把脸 男生把脸埋在女生的胸部前 男生把脸埋在女生的胸部前 世袭而亡 算是怎么样子死 他的答案是 他的答案是 安乐死 新加坡 新加坡 梅芳问的 弟子一心顶礼根本师尊 感恩师尊指点 早期参加过师尊少数的法会 也被受灌顶了 之后又参加红华上师法会 也被灌顶了 几年前才从往生的父亲口中 得知师尊惯过的法 不能再给其他上师惯 可惜生命已经煮熟了 不如法的做法也已经是事实了 可我也忘了是哪一些的灌顶 弟子之前是一无所知 提醒最崇高的师尊为弟子解心中的石头 这个灌顶本来是这样子的灌顶 第一个你还不知道有这一条的规定 所以师尊给你灌过顶以后 你又给其他的上师灌了这个顶 因为你便不懂得这是如法还是不如法 以为大家灌顶 你就灌顶了 这个是你不知道 所以你没有不如法 如果知道以后 好像如是尊给你灌的顶 根本上是给你灌的顶 已经灌过了 这个顶已经灌过了 你必须要记下来 即使说你已经灌过什么顶了 你来拿一个笔记本 把你所灌顶的全部都记下来 然后别的上师来 好像是说 是师尊的 也是师尊的弟子 但是他是师尊 所灌顶过 上师阿世勒的上师 所以他来做灌顶的时候 因为你灌过顶 你就不要再去灌顶 因为你已经灌过了 就可以了 这个是如法 这样子是如法 如果是你已经 根本上是灌过顶了 其他的上师来 你也去灌顶 这样子是不如法的 所以我们像我们供养 也是一样 我们做供养 先从最大的供养 再供到最小的 供过佛的供品 你可以供给 再供养神 供过神的供品 你可以再供给好兄弟 好兄弟 好兄弟 好兄弟就是鬼众 这是顺着供 这是如法的 你供给鬼的 供品 你再供给佛 这个是不如法的 好像你说你祭拜祖先 我这个供品 我哪来祭拜祖先 祭拜完了 这哪来供给五方佛 这是不如法的 同样的这个道理 这样大家听明白吧 好 这就是说你供 供那祖先的供品 就能够供祖先 不要再供养给神 也不要再供养给天神 也不要再供养给佛菩萨 由上向下供 是可以 由下向上供 是不可以 所以灌顶也是一样 由上向下灌顶 可以 由下向上灌顶 又不一样 是这样子 根本上是灌过的顶 你不要再重新再给 其他的上师灌顶 你如果给其他的上师灌的顶 还没有给根本上师灌顶 是可以 这是如法的 这个意思 这样应该清楚了 这是给新加坡 莲花灵霉芳的 那你弟子之前是一无所知 那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那些生命已经煮熟了 那就吃了吧 没关系 那因为你不知道 不知道是可以的 不知道 因为你不懂的这个 如法不如法 合法不合法 所以没有什么罪过 生命已经煮熟了 他用的词用的很好 我是煮熟的鸭子都废了 这个台湾王瑞宏问的 一修法结束 看到身体里面出现很多的泛生 不知何意 他已经修法结束了 他已经修法结束了 看到身体里面出现很多的泛生 不知何意 这个我们在修法的时候 有看到很多的景象 这个看到的景象非常的多 你看到很多的泛生 修完法 看到自己身上有很多的泛生出现 应该讲起来 这个也是好的 吉祥的 是属于吉祥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不管是密教还是道教 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佛菩萨 道教也有讲 心中 心中 主内经 三万六千神 万五 心主在 胸主三不中 身体里面的一切景 有三万六千神 有三万六千神 三万六千神 那么在 你如果看过 这个黄庭 黄庭经 黄庭经 这个道家的房庭经 念房庭经 那时候赵公民 在圆洞里面修行 他的师父 通天教主 跟他讲 这一段时间 江子牙 轰神 你不要出洞去到处乱跑 好好的在你的圆洞里面 念黄庭经就好 黄庭经有三本 只有黄庭 黄庭中极经 黄庭 这个反正三本就对了啦 不知道是上极经 中极经 下极经 黄庭中极经 上极经 中极经 下极经 就是黄庭经 有三本 里面写到 在你的上丹田 住作什么人 住作很多的 很多的上丹田住什么人 中丹田住什么人 下丹田住什么人 他们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一共有几位 在房庭经里面都有写到 这是道家的 密教也是一样 你的眼睛住哪一个菩萨 鼻子住哪一个菩萨 牙齿住哪一个菩萨 耳朵住哪一个菩萨 你的毛细孔住了多少菩萨 都有的 甚至于你的丹田住了多少菩萨 密教也是一样 你如果仔细研究 密教的密系 他会讲 住了很多 看见自己的范生 在你身上 表示你修行有进步 你可以看到你住在你身中的 另外的很多的你 当你出神的时候 出神 便不是你的命气 你真正的命气出去 而是你自己本身的 住在你里面的一些分身出去 出去不只是一个 有时候出去好几个 我这个回答台湾 王瑞宏的问题 修法结束 看到身体里面出现很多的 范生不知何一 你能够看到你身体里面的范生 表示你已经有了 修行有了进步 你已经看到你身体里面 有很多的范生 师尊也是这样子 能够看到自己身体里面 有多少范生 有时候你晚上睡觉 你的这个天门打开 眉心轮打开 里面很多的小童子 在那边念经 甚至你可以听到 那些小童子念经的声音 你们有这个经验没有 有经验的 这个棘手 看到自己 在自己身体里面 在念经 在修法 那是白天也修法 晚上也修法 你在睡觉的时候 然后他们出来修法 这是台湾 回答台湾 王瑞宏的 表示你修行有进步 你可以看到自己身体里面 有很多的范生 第二 如何使用不动明王 九日真言 双手切日节 临兵兵斗者 借政劣在前 临兵斗者 借政劣在前 双手切日节 你用两手切吗 双手切日节 我讲过 我讲过这个切日节 有没有 我记得我在巴拿马 巴拿马的雷藏寺 有讲过不动明王切日节 临兵斗者 借政劣在前 临兵斗者 借政劣在前 就是九日节 就切成一个景日 临兵斗者 借政劣在前 又不一样了 先直后衡 还是先恒后直 四重五横 那就是四条 然后五横 四重五横印 这个叫四重五横印 对的 应该先重再横 那个字刚好 临兵斗者 借政劣在前 这是那个切日节 一只手的 一只手的 有交过两只手的吗 这是推出去的 四重五横 这是两只手 推出去的 推出去 这个有点像太极钱 推出去 推 推 推 有点像太极钱 推出去 推出去 两只手的切日节 我告诉你 我印起来是会做切日节 我如果硬气的话 我自己会做切日节 事实上是这样子 我记得我以前在 做切日节的时候 它是自动的 请不动民亡 做临兵斗者借政劣在前 临兵斗者借政劣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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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属于自动的 自动 它自己就有切日节 出来 那不是我给它 用自己的手 临兵斗者借政劣在前 这是 这是自己用意念去把它动 刚刚那个不是 刚刚那是它自动切 自动切 所以我只要到寺庙里面 到谈诚面前 到你家的谈诚面前 我比这个印 它如果用切日节出来 它就表示你这个谈诚不是怎么清净 它是在给你做清净 这个自动的这样子的话 表示你那个今生上 你那个谈诚的今生 是不清净的 它把它给它 把那个清净掉了 把负在今生上的灵 给它清净掉 那是自动的 有时候我在加持坛成的时候 也比这个 比这个呢 它自然也会画 这个也是清净 这个也是清净 因为它画八日行 我知道的 只要花八日行 就是清净 花八日行 就是做清净的 清净的意思 它首先都会花八日行 有点像这样子的 八日行 清净 也是一种清净 双手切日节 我以前教过没有 没有 那 这个王瑞宏师兄 如何使用 不动明王九日真言 双手切日节 我没有教过 但是 以前教这样吗 那双手切日节也是这样子 临兵斗者 借正力在前 如果有教过的话 那么 那么刚刚我那个手印就对了 那个手印 就是双手的切日节 因为我现在都是用单手 做这个 做那个 用单手做 用单手做 其实我拿香的时候 拿香 在画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画 临兵斗者 借正力在前 两只手马 做香的时候 也有 也有过这种现象 所以 所以那个台湾的王瑞宏 第二个 你要知道 双手切日节 刚刚已经比了 就是这个 临兵斗者 临兵斗者 借正力在前 再来 自师尊 连身佛台剑 师佛吉祥 在2008年 台湾的十轮金刚法会上 师佛授以十轮金刚盾灌顶时 弟子心想 为何 十轮金刚盾灌 没有战绩 只在 阴炼转动间 人却 堕入 积极的 近况 又失事 看到 又失事 听到 十轮横转 生灭 归空 金刚 决力 顿手 事工 的 世纪 寄予 此事 相隔 多年 情景 仍 黄如 昨日 一直 未敢 言说 唯恐 被人 取笑 金已 直 耳顺 之年 六十 耳顺 六十 他已经六十岁了 金已 之耳顺 之年 再无 牵挂 顾力 只想 借此 师徒 问答的 佛东 恭敬 口问 师佛 世纪 是当时 一时的 道教感应 还是弟子的 饭室 饭听 又 若是真实的话 可否以此 作为修法时的 战绩呢 恳请 师佛 解答 师 弟子 多年的 疑惑 感恩 师佛 他又写了一个战绩 佛王问仪达 法仪显正行 池阴干露撒 淡烫 欲 俗成 寒谈 杜燕影 明夜 印冰心 指尺 不污染 色空 不着恒 这是他写的 他本身写的记 莲花 敬安 他的文章 常常 在师尊的 那个 书里面 有出来 师尊书里面 有很多莲安 莲花 敬安 写的文章 他是英国的 这四个记 十轮横转 生灭 归空 金刚 决力 顿手 事工 其实啊 这四个记 这四记 这一个记 也写得非常好 他说他听到的 其实记啊 就是人写的 好像你有修行 你突然之间有感应 你写下来的记 所有的祖师都有写 我们这个 像密勒日巴的道歌 也等于是记 他的道歌也等于是记 就是他的感应道教 好像他有感应写下来的记 龙树菩萨 也写了不少的记 龙树菩萨也写了很多的记 密勒日巴也写了很多的记 很多的 这个 修行人 都写了很多的记 这个记 是从你 心中所发出来的 十轮横转 没有错 时间的巨轮 本来就转个不停的 从来没有停止过 今日已过 命依随事 是日已过 命依随事 如少水夷 私有何乐 这是普贤菩萨 讲的 他写的记 今天已经过去了 今天的命就没有了 每天啊 就像鱼一样 那个水啊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还有什么快乐可言 这普贤菩萨的警示记就是 是日已过 命依随事 如少水夷 私有何乐 这是菩萨 普贤菩萨叫我们要精进的意思 十轮横转 生灭归空 时间的巨轮转过去了 今天这样子转就转过去了 今天就没有了 就灭了 今天的 今天的这个日子就没有了 就归空了 金刚节力 十论金刚的金刚节 力在那里 顿手事工 我们常常讲 金刚节要放在哪里 房子里面的四个角落 就可以 让你这个家里 家庭平安 家里平安 十论金刚的金刚盾法 就是一种 十论金刚守护的作用 它可以抵抗 所以你有四个盾 放在房子的四个角落 顿手事工 等于十论金刚盾的宫殿 立在那里 一样 一些那个 一些那个 那个邪魔 黎魔王粮 不能够进到你的房子里面来 你修行的坛城 如果放了四个 十论金刚盾 在你的坛城 在你的坛城的四周 黎魔王粮 也不能够进到你的 你的坛城里面来 好像昨天有人讲 失眠 也是这个现象 你失眠 那你就 放了四个盾 在你的房间 加持过了 四个盾 在你的房间 十论金刚盾 自然 有一些影响的 那些不好的东西 也不能进到你的房间 你睡眠 就会很安稳 那么这四季 是很对的 十轮横转 生灭归空 金刚竭力 顿手是功 非常好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季 这是英国莲花静安的 问的问题 很多祖师都写了很多的季 像我们 我们修法完了 都要念 这一尊的战记 我们启请文 要修法以前 先念这一尊的启请文 修完法以后 再念战记 念这一尊的战记 然后再回向 回向也是很重要的 回向也是很重要的 这是回答 这个莲花静安的 晚上 晚上阿嬷叫小鹰 去门口拿哨把 小鹰说 阿嬷 我怕黑不敢出去 阿嬷说 不要怕 有菩萨在那里 他会保护你的 小鹰回答 菩萨真的在外面吗 阿嬷讲 当然 菩萨是无所不在的 你需要他帮忙 他就会出现 小鹰就想了想 走到门口喊 菩萨 你在外面吗 请帮我把哨把拿进来 到外商公司应聘 外商公司应聘 这个外商的主管问 你英文简定考过没有 我回答考过 主管 那你为什么没有带证书来 我回答 没考过 主管就问 到底考过没 我回答 考过 但没考过 对啊 他真的考过 他真的考过 只是没有考过而已 只是没有考过而已 这个像话有趣 他确实是考过 只是没有考过啊 老公是永远最好的听众 老公是永远是最好的听众 我事实上我也是最好的听众 事实上师尊也是最好的听众 因为我从来 因为我从来吃早餐的时候啊 我就是吃 然后很安静 那我是最好的听众 为什么是最好的听众呢 因为他根本 因为他根本没有在听 老公永远是最好的听众 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在听 事实上是这样子 有时候啊 师母不在 我不能讲他 有时候他这样子 在早餐的时候 他就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那我是一直吃 一直吃 一直吃 师母讲完了 他就问我 你的意见怎么样 我说啊 什么意见 什么意见 已经成习惯了 然后他问我 刚刚我讲的对吗 我就访问 你刚刚讲什么 老师在小明的联络部上写着 小明啊 中日秋禅 女同学 虽严加处罚 但依旧不改 这个母亲呢 看到以后就回信了 老师 你如果想出妙策 还请告诸 你的方法是什么 我将以这个方法来对治他的巴巴 真的是 有其父 必有其子 哇 这个很朝长 我们讲 我们讲道果 生和功德 现在以软功德概念 建立家行道 其宜三项 送银 内诸佛 内诸佛 之道 其中 内诸佛 为心器 加父母 道为脉 内诸佛 为心器 家上 家上 父母 家上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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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为妻 道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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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什么意思 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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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以软功德 现以软功德概念 建立家行道 其宜三项 送银 内诸佛 之道 其中 内诸佛 为心器 家 父母 道为脉 有人能够解释这一句吧 这一句差不多已经答案了 内诸佛 是什么意思 家 父母 是什么意思 这一句的意思是讲 脉 就是道路 道为脉 就是脉 就是道路 我们身体的脉 其实都是道路 就是道路 没有错 什么是内诸佛呢 你的意念 加上了气 心气 合一 你的意念 跟你的气 是合一的 然后再加上了 父母 父是什么 父就是名点 母是什么 父是白色的名点 母是红色的名点 父是白色的名点 母是红色的名点 内诸佛 他的意思 就是讲 你的意念 跟你修行的气 加上父亲的白名点 母亲的红名点 这个道 脉 就是道路 就是这样子解释 宋阳 宋阴有顶 身能所二执分别 左右二脉之顶 左右二脉之顶 初世间之顶 为心气家父母 到达中脉之顶 此称外顶 同样的解释 由顶 走脉右脉之顶 走脉右脉之顶 初世间之顶 为心气加护母到达中脉之顶 也就是你的气跟意念 印走白菩提跟红菩提到达中脉之顶 中脉的顶在这里 中脉的顶在这个地方 称为外顶 这是外顶 中脉之顶 那我脂跟法脂 是属于左右脉的顶 左右脉的顶 这一句解释是这样子 身出圣空热之顶 身出圣空热之圣 佛顶则称为内顶 如是外内二顶 为之为顶 此为此功德的概念 此为以公德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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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 加行到第二顶 这一句 这一句连着上面那两句 你们怎么解释 由快乐转为空 那么空的都是在内顶里面所发生 在你身体里面发生的 如是外内二顶 因为这个是顶 里面也是顶 里面也是顶 就是有内顶跟外顶 为之为顶 此为以公德概念 显示如行到之第二顶 一个是属于外顶 一个是属于内顶 那么空跟乐 生于外顶跟内顶的中间 这一段是这样子解释 颂银 男人无生法 空性之忍 空性之忍 男人无生法 空性之忍 一过气 世间道以下 虽生殊胜空性禅定 然起大不畏 心气会集中于中脉时 终身正物沦列为空性之定 依无忌安忍 以无忌安忍 我们有一个果位 叫做无生法忍 无生法忍 这个无生法忍是最高的人 最高的人 所以他是一个果位 忍入到最高 就是无生法忍 为什么叫无生法忍 因为 从来没有出生过的人 从来没有出生过的人 我这样子讲 大家也许不明白 因为所有一切的忍辱 也是空的 你所忍辱的 也是空的 别人 别人施以你的 也是空的 也是空的 你心中的忍物 也是空的 也没有忍辱 也没有忍辱 是空的 事实上别人讲的这句话 是空的 因为其实不会影响你 只是你接纳了才会影响你 你如果不接纳 他根本不会影响你 很多人受这个困扰 我们作为一个人 就是受周围环境的影响 比如有人 到了西雅图雷藏市 他一进来 他是同门 很多同门看到他 就把他当成空气 也没有跟他点头 也没有跟他微笑 也没有打招呼 什么都没有 他一进到这里来 然后到了雷藏市 进去雷藏市 雷藏市里面的 负责看雷藏市的人 看到他 也没有跟他微笑 也没有叫他的名字 也没有跟他打招呼 看了一下 低头 看他自己的手机 也没有跟他微笑 他觉得他又遇到了空气 所有的人都把我看成空气 都没有人跟我打招呼 也没有人跟我微笑 也没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走进去再走出来 都没有 谁看到他 谁看到他 法师看到他 在家居士看到他 也都等于 没看到他一样 他回去 他睡不着 深梦气 我这么一个这么伟大的人 你都把我当空气 没有人跟我招呼 联系好几天睡不着 又哭了好几次 两眼都肿起来 就是这样子 那讲话还得良 讲话 你来干什么 那更惨 我不能来 回去 他自己的头去创墙 人就是受环境的影响 笨哪 你还没有修行到无神华人 一切都是空的 人跟你讲话也是空的 他又没有给你压力 你何必去承受呢 你佛在自己 佛在 自己佛嘛 你何必为他人佛呢 你佛你自己的嘛 你高兴你自己的嘛 何必理他们呢 你如果能够 完全心平气和 你就算你忍入好了 这个就是无神法人 这是一个果位 这是一个果位 你已经修行成功 你已经修行成功 这里是怎样的 男人无神法 空性之人 这是无神法人 告诉你 别人也是空的 别人讲的话也是空的 他瞧不起你 你不理他就好了 你何必理他呢 他讲的话算什么话 算是屁话 屁话也不好 因为屁话是臭的 香花 香的 也不用理 不理财就好了 这是空性之人 一过气世间道以下 虽生殊胜空性禅定 你因为你得无神法人 你才能够进入空性禅定 没有什么事 别人也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他嘴巴 本来就 十嘴高咖称 台湾话 十嘴九屁股 十个嘴巴 讲出来的话都是臭的 十嘴高咖称 就是十个嘴巴 九句讲出来的话都是臭的 这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人的嘴巴讲出来的话 没有好听的 十嘴九屁股 十个嘴巴讲出来 九个都是臭的 何必理会吗 这是人性啊 所以你可以进入空性禅定 心气会集中中心漏 尽身正悟 轮捏为空性之地 以无忌安忍 无忌 你不会恐惧人家所讲的话 也不会恐惧人家完全不理你 你不会恐惧 他会讲 我以后不要去西雅图雷上市 那边的人全部都是坏人 都是坏人 因为我去的没有人理我 那边的人都是坏人 我去的那边的人讲话都很难听 都是在讲示威 都不好的 我不想去西雅图雷上市 你不能这样子讲 因为他们把你当空气 你也把他们当空气 根本外面都没有什么人 叫做无声华人 没有 无惧 不用害怕 你能够忍安忍 所以这个也是讲禅定里面的事情 当你在禅定里面 生出很害怕的状况 你在家里禅定 又不会地裂开 掉到罗下去 又不会 又不会屋顶垮下来 把你压死 又不会突然间 有一个人拿刀子进来 要杀你 又不会外面的车子 开到你家 把你 你在禅定 把你串扁 把你轮子压死 你怕什么 有什么好恐惧的 恐惧是由你的心所产生 你没有生这个心 就是无声 这个时候就是无忌安忍 有的人禅定 你知道有的人禅定 突然间心生恐惧 赶快张开眼 不得了了 我看到有人要杀我 他心生恐惧 就出定了 哪里会有人 闯进你的房间里面杀你 哪里车子会开到你的房间 现在有了 那些喝酒醉的 喝酒醉的把车子开到你家 闯进你家里来 你在打坐还被撞 但是其实是没有这回事 那个再怎么瞧也不可能开到你家 也不会 你觉得你好像掉到一个深坑里面 或者越飞越高 越飞越高 一看底下好深哦 哎呦你好怕哦 就产生恐怖 这个现象出来 告诉大家 禅定的时候 一定要无忌安忍 这样我讲了 大家了解吗 有一个善心人士带来一条鱼去海边放生 但是鱼一直游回来不愿意离去 这个善心人士对鱼讲鱼啊鱼 你放心游去吧 不要这样子一一不舍 我也不会要求你什么功德 这时候鱼讲话了 靠腰啊 我一一不舍个屁啊 你这个白痴啊 我是淡水仪 你把我丢到海里 现在是想要害死我 所以放生有时候是放死 要清楚一点 好 有一个阿伯到超商要买咖啡 咖啡怎么卖 现在有优惠 那个店员讲 现在有优惠 第二杯是半价 第二杯是半价 阿伯就讲 好 那我买第二杯 小时候说访是很紧张的 长大以后呢 这个讲真话比较紧张 因为真话讲不出来 大家都讲假话 小时候呢 我在1985年出生的那年 老八帮我找了一个万华龙山寺旁 威名显和的算命先给我向命 算命先讲 这个孩子面相很好 有帝王之气 长大以后啊 出入都有车 走到哪里 摇旗呐喊 平准备做好 平准进出豪华酒店 及名胜古迹 无论走到世界那里 都有一帮人紧紧的跟随 光阴实践 日夜如梭 后来我成了雄狮旅行社的导游 Omari be me home